非常感謝沛軒稍早幫我們做一個大統整整理報導 不是現在呢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每天在看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喔 你聽都聽得懂他好像在講什麼 可是你仔細回想一下 你真的有聽懂嗎 真的是聽到補薩薩對不對 現在光是呢 各縣市到底有沒有要完全開放內用這件事情 哇 大家逆時鐘 逆很兇 都逆起來了對不對 原本呢 一開始看起來有些要順應中央的決策 我們看到分別都改口啦 像是呢 台南 屏東 黃遠哲 潘夢安 時間點不太一樣 但是呢 紛紛改口怎麼樣 因為本來一切都是要配合中央 結果呢 左看看 右看看 上看看 下看看 各縣市呢 大家很多都已經跳出來講了 我們沒有要開放 因為開放下去 恐怕成為疫情破口 不得了了啦 接下來要怪誰 是你中央開放 那你要怪老百姓不守這個更嚴謹的防疫規則嗎 不是啊 你政府都說可以出來內用了啊 是不是 所以現在這些的擔心喔 不無它的道理所在啦 那現在呢 其實我手上這邊 整理了一整張呢 各縣市 在這邊我們用一個圖表 比較輕鬆的給大家來一次看懂 但是呢 說真的啊 每個縣市喔 狀況有些些不太一樣 這個真的一個一個講出來 你看完都覺得 哇好複雜 不想出門了啦 盡量少出門 盡量待在家裡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到紅色的縣市 標注起來的喔 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 雙北 基隆 桃園 新竹縣市 苗栗 台中 還有雲林 嘉義縣市 跟台南 高雄 屏東 以及宜蘭 好他們說呢 他們是不開放內用的啦 所以直接逆時鐘逆起來了 大家會不會覺得比較放心一些些 因為其實有一些縣市 雖然講說是配合中央防疫指引 但是它有一些彈書存在 就例如說呢 像是宜蘭 它就特別有強調說 羅東夜市 禁止內用 禁止內用 還有花蓮的部分呢 它也是說 配合中央指引 但是東大門呢 禁止內用 所以呢 像是在南投縣的部分 它也是說 配合中央指引 但是夜市禁止內用 顯然 很多縣市 雖然有一些看起來 灰色的部分呢 它是 我順從中央的意思啦 但是呢 有一些彈書在的 它還是要小心的嚴渣防疫 避免自己的縣市成為 防疫的破口 那不是被百姓給罵死了嗎 地方父母官 還是得為自己的子民來做著想嗎 網友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 像是呢 有網友就講說啊 如果我們大家把口罩拿下 內用嘛 吃東西嘛 你口罩要不要拿下來 你要拿下來 不然你要怎麼吃東西 口罩一拿下來 哇 變成防疫破口怎麼辦 雖然你說呢 不要去共識 例如說餐點喔 你要一個set 然後一個套餐 就說不要說我夾你的吃一塊 然後呢 你來我的鍋裡來啦 不要有這種情況出現 可是真的能夠做到百分之百安全嗎 好 這件事情呢 有些人在心中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那另外呢 也有網友講說 再不開放喔 這個選票要跑光光了啦 因為呢 這些攤商的生計都受到影響了啦 大家要夠八道啦 對不對 除了呢 很多大家要吃之外 這些商家他沒錢賺嘛 哎呦 是不是選票考量啊 另外也有網友講說 再不開喔 一樣的意思啦 就是說餐廳恐怕是要倒光光了啦 但是呢 大家還是希望說呢 多為百姓 多著想 多著想 所以呢 在台南的部分 要告訴大家是什麼 為什麼監督力量很重要 為什麼百姓的心聲要傳達出去 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本來台南的部分是告訴大家說 哎 他們要順從中央的意思 後來呢 就是看一看 哎呦 大家都沒有要順從中央的意思 很多呢 都要來逆時中 顧百姓啊 所以呢 他現在決定了 哎 改口了嘛 對不對 改口這件事情呢 從他原本 因為陳時中宣布說違解封之後呢 他打算是要開放店內用餐 大家罵翻了嘛 民眾罵 我們中天也持續監督的力量 果然今天呢 他們就直接喔 疫情記者會當中邀集了各大餐飲工會的意見之下 緊急宣布禁止店內的用餐 就是要順應民意 所以呢 持續的表達我們的心聲 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 但是前天我們宣布 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講法 之後呢 有許多民眾 他表示他們的意見 那我們也會找 我們也找了餐飲工會 大概十幾個團體共同來這個延商 那基本上會中 那很多團體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個 顧慮跟想法 那我們也尊重他們想法 既然業者他們也覺得不急著開放 那民眾也覺得不開放 會消費的更安心 那我們就從善如流來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即便是7月26號開放內用之後 也不會無限制的開放內用 還是會有一些防疫規範要做 因為這不是零跟一的問題 內用跟外帶基本上不完全是零跟一的問題 應該是可能是有一些這個限制 有一些條件 包括社交距離 包括這個中間的一個隔板 包括這個內用的時間等等都會有 所以說在這個未來的即便7月26日 開放內用可能也會有一些調整 那我們再等到之前前 在26號之前中央有什麼決定 各地方政府有什麼看法 我們都會參考別人的意見 聽取別人聆聽民意的聲音 我們再做一個改變 剛看到Sindy講說只有台灣在說為解封 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現在不斷的在討論 什麼都要為 那到底為解封這件事情 我們剛看到的上一段訪問當中 不就是還是要顧百姓的心聲比較重要嗎 不然大家都很擔心啊 接下來怎麼辦 百頁蕭條嗎 但是呢 是不是顧性命比較要緊呢 所以接下來要告訴大家 就是7月13號起 微解封嘛 參議院現在說要有條件的開放 那麼一開始台南說呢 是要開放內用的 這個就被大家直接到臉書來灌爆了 陳時中對此就說了 大家對於微解封公布文字呢 應該要看仔細一點啦 地方政府可以依據需要或者是疫情自訂規定 各個地方政府要訂得更嚴謹 指揮中心沒有意見 可是呢 這個聽來聽去 怎麼覺得好像有一些些相互矛盾呢 好持續來看到的是台北市 今天下午的這個記者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看 台北市長柯文哲呢 今天在下午的時候有一段話呢 講的大家應該聽了特別特別有感 就是什麼他山之石 你真的是要拿來接近一下 你不要覺得說台北我們就來個微解封 剛剛就像網友說的嘛 就是微解封不是做台灣在五圍嗎 其實也有其他的國家有本來想要來 稍微比較開放下去 但是一開放不得了嘛 韓國一個很好的例子 直接寫零零的我們看著 一些日本啊韓國啊 我們這臨近國家的狀況 不是應該拿來參考一下下嗎 因為一解封這個暴增直接案例很多啊 所以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麼現在呢這些範圍像是北北基陶 可以說是首都的一日生活圈嘛 所以呢台北市長柯文哲認為說 中央應該要在公佈訊息之前 先跟地方討論一下嘛 不是說公佈之後啊我已經講了 你們要照做然後就不管了 這樣是太不負責任了 因為中央也是突然公佈要犯寬了 所以每個縣市政府就被迫要在一天之後 大概只能用一天的時間去檢討說 他們那個行政區你知道 要怎麼去處理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首都生活圈你知道 北北基陶最起碼啦 所謂的首都生活圈 其實不太 其實沒有理由說 每個人的防疫標準都不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要嘛就是中央事情 公佈一個準則 然後給所有的縣市政府看過以後 大家在討論以後 有一個共識在發佈 現在就是中央只要發佈一個命令 後面他都不管了 然後就是各個縣市自己去決定 問我的話啦 我覺得這個相當不負責任 這個是不是解放你知道 不過看一看喔 日本東京第四度緊急事態宣言 昨天韓國 韓國這個可以給我一個很好的參考你知道 韓國在昨天喔 又升高這個防疫標準 他們事實上 他們第一劑已經差不多都打過了 第二劑也打了快30%了 在首爾地區 他們的首都首爾地區 第二劑也打了30%了 結果解封三天你知道 每天確診人數超過1200 到第四天他就受不了了 又開始拉高這個警戒標準 所以我在想喔 這個從這個日本跟韓國的例子 我每次說我們台灣不管要做什麼事情你知道 先看看隔壁國家 這總是一個參考點嘛 所以從日本跟韓國 我要跟大家講喔 對於解封你知道 千萬要小心 一定是逐步解封 所以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一直拖下去你知道 這個民生啦 民生或整個社會運作會特別有關係的 我們要先處理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